今天买了一斤前腿肉 来做个午餐肉 紧实不散 比外面卖的好吃 这个肉老板已经帮我剁碎了 但是我觉得它不够细 再把它倒在绞肉筋里面 直接再打一下 把它打细一点 加几片姜 一起打 打了差不多 来加一点点清水 好了 加30克面粉 50克玉米淀粉 再来打入一个蛋清 蛋黄不要丢 油着 加一勺盐 白糖 胡椒粉 再来一点食用油 盖上盖子 再给它打均匀 打差不多了 肉末把它打成这样子就可以了 模具里面来刷油 我这个是烤面包的 你们没有的话就可以用盘子 刷油等下容易脱抹 刷好油把肉末放到模具里 勺子上抹一点油 这样肉末就不会粘到勺子上 要按紧一点 这样蒸出来才不会有动 比较紧实 铺平后来盖上保鲜膜 把它封紧 避免它蒸的时候 那个水蒸气掉下去 这样会影响口感 水盖上锅蒸40分钟 时间差不多了 把保鲜膜拿掉 再刷上一层蛋黄叶 盖上盖子 再蒸5分钟 时间到了 把它拿出来放凉才7块 肉已经凉了 把它倒过脱模 切片 午餐肉就做好了 肉香味浓郁 自己做的有超强的肉感 不比外面卖的差 这个可以煎着吃 也可以做披萨 火锅都非常不错 喜欢的朋友可以试一下哦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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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